哎呀,你别玩了,我跟你说个事。 什么事啊? 你说,咱姐在他家里待那么长时间了,都三十多岁的人了,还嫁不出去,还是个瘸子。 那又能怎么样?她是我姐,我得养着她啊。 再说了,我姐那腿瘸,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吗?那还不是因为救我。 她是救你,再说了,她在咱家住这几年了,也该够了吧? 够什么呀?要不是我姐的话,你以为我现在还能在她坐着跟你说话呀?是我姐救了我的命,我应该养她一辈子的。 那总不能让她一直在咱家住,养个闲人吧? 那,那又能怎么着? 你让她出去找个活干呀。 我朋友,在那个广东,有一个电子厂里面,要在那里面干十年才会出来。 就是让咱姐去。工资还挺高的,待遇还很好。 那,那怎么能行啊?这一下就去了十年,十年才让她出来啊。 你看,咱姐呢,现在瘸了条腿,她能干什么呀?她现在行动也不方便,你说让她出去我能放心吗? 那,那电子厂一天用手又是不用脚,她坐那儿就行了,用手动,怎么不能去啊?又不是干不了,姐在家做饭的时候也做了呀。 那,那,那,那活累不累啊? 电子厂能有多累啊?一天就坐那儿就行了,动动手能有多累啊?不累,这叫咱姐去,我肯定会给她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呀。 那,那,那行吧,那要不一会儿,一会儿我跟咱姐说一声。 行,一会儿啊,你跟咱姐啊,好好讲讲。 行,我知道了。你,你先把我手机给我。 哎喻,给你。 哎,姐,慢点儿姐。 那,姐姐,我饭刚做好了,你们去吃吧。 啊,姐。 姐,那个,我啊,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一下。 嗯,什么事儿啊? 啊,那个,姐,你看你这儿一天天的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是吧?也没有什么事儿干。 哎,你这儿也只是,腿,腿有点不利索。 你这,这手啊,这,这手还行。 我想着,就是,在广东那边,我有一个朋友。 他呀,是在那里开的一个电子厂。 我想就是,让你去那边去工作一下。 你看,到了那边啊,那每天啊,都是坐那儿。 而且,都是动动手,这儿也没什么。 你看,姐,要不你就去那边工作一下吧。 就是,行,弟弟,姐,姐去。 对啊,姐,那工作啊,可轻松了。 就动动手就行,就一天啊,就坐在那儿就行了。 而且,每个月的工资也有五六千呢,姐。 但是,他那有一点是,去的话,必须得满十年才能出来,签那个合同。 你看,姐,如果你要是不愿意的话,那那不愿意的话,那我也就不勉强你,姐。 那,那要不你先想一下吧,姐。 没事,弟弟。 姐去。 那,弟弟啊,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去啊? 这什么还没准备呢? 啊,姐,这,这不着急。 一会儿你就去收拾一下东西。 我要一会儿就给你看一下车,我给你订个最早次的。 你就尽早去吧。 行吧。 那,那我先去收拾一下东西。 我饭做好了,你们去吃吧。 那姐,我去给你收拾吧。 行。 姐,那饭不是做好了吗? 走,走,我去扶你,咱们去吃饭吧。 行。 走。 来,你慢点儿,姐。 姐,你那车票我给你订好了。 订的是明天下午的票。 明天下午就走啊。 那,行吧。 姐,你到了那边啊,你一定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。 也别让自己受委屈了什么的。 你发的那个工资啊,自己想吃什么就买点。 姐,那明天下午,你走的时候我就不送你了。 明天下午啊,还有事儿呢。 行。 行。 弟弟,你有干忙吗? 你忙吗? 我没事儿,不用给担心。 行。 姐,我那还要去做一下那个文件呢。 我先去做了。 行。 行。 姐,这行李你拿着。 你到了那边啊,要好好照顾好自己啊,姐。 行。 姐知道。 行。 那我跟小米我们两个就不送你了啊,姐。 那,姐就走了。 行。 你们俩在家歇着吧。 姐,没事儿,不用担心啊。 嗯,那行姐。 慢点儿,姐儿。 行了,借一下姐儿。 走了。 哎,这姐走了。 你说,以后我们要是有了孩子,都不用担心,再多一个累赘了。 是啊,这姐一走就是十年。 哎,你说以后我们就有了孩子,我们一家三口啊。 哎,过得我感觉应该挺幸福的。 这姐走了也就是少了一个人吃饭嘛。 你看,这姐走了,要不咱俩出去庆祝庆祝,吃顿烧烤什么的。 哎,行啊,正好啊,我们好久没吃了。 平常啊,都是姐,在家里做饭,做的那也不好吃。 哎,是啊,我带你吃完之后,咱们啊,再去逛个街,给你再买个包,买个衣服什么的。 哎,行,走。 哎,走吧。 哎,我这今天怎么,这肚子有点不舒服啊。 那是不是昨天晚上吃那个烧烤不干净啊? 我估计也应该是的。 这好长时间没吃烧烤了,可能积了胃了吧。 是不是喝啤酒啥的,这样一吃,有点不舒服啊? 还是那个烧烤不干净啊? 哎,我感觉应该是那个烧烤不干净嘛。 再说了,还没有我姐做的饭好吃呢。 你,你躺会儿,我先给你倒杯水。 行。 哎,这。 哎,这是什么呀? 这,怎么会有一张纸和一张卡呀? 小高,小米,姐走了。 姐明白你们的意思。 姐的腿残疾了已经有三年了。 你们觉得是姐拖累了你们。 姐也看出来了。 现在你们嫌弃姐是雷对了。 所以姐就不再拖累你们了。 小高,姐一个人把你拉扯大。 姐不是不找对象,而是姐舍不得你。 姐现在看到你成了家,也结了婚。 姐也就放心了。 以后啊,你就和小米你们俩好好过日子。 姐以后啊,也就不回来打扰你们了。 还有,姐在信里面给你们放了一张银行卡。 里面是姐所有的积蓄了。 姐把它留给你们。 以后啊,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。 别辜负姐对你们的期望。 我走了。 别挂念姐。 这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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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。 我们。 对不起姐啊。 我们。 我们。 我们还嫌姐。 是个累赘。 谁知道。 姐的心里。 原来是这么想的啊。 小。 小。 小高。 这都怪我。 我。 我一直想着。 姐在咱们家。 老是吃咱们的。 花咱们的。 除了每天给咱们做做饭。 打扫打扫微生。 啥也不干。 我。 我。 我就想着。 姐。 行了。 别说了。 现在。 说什么。 都晚了。 要。 要不。 我们去找姐吧。 我们把姐接回来。 这。 那。 那。 那行。 要不。 我们现在就。 就赶紧订。 订。 订。 我们啊。 就到广东那边。 我。 赶紧把姐给接回来。 千万别让姐签协议了。 行。 一会儿。 我先给姐打个电话。 走。 我们啊。 先赶紧去订票。 好。 走。 走。